下大雨时我们跑到哪里比较安全 欢迎收看小智在广岛 下大雨时哪里比较安全 哪里比较危险 这个数据是可以通过政府公布的网站上查询到的 首先咱们用谷歌 然后去搜索一下就是你当地的名称 叫那个是小智 我住在是广岛 然后是再打上防灾 这个就可以查出来 就可以进行一下搜索 一般搜索第一个结果 就是你当地的一个城市的防灾用的网站 咱们下大雨时基本上会引起三种灾害 首先第一种是土石流 有时候也会称作泥石流 第二种就是洪水的灾害 第三种是发生高潮 还有海啸的时候 然后发生的一些灾害 这些灾害的类型 它是都会有特定的地图 首先咱看一下发生土石流或者泥石流 这个灾害的地图 点进去 然后再点这里 然后就可以打开地图了 这个是有这个里面有有那么不同的几种灾害 类型 末日是都选上的 然后在这个状态去查就可以了 在这里 在这个对话框里打进去 你要查的地址又可以 像小只住在护板信丁 输进去 按这个检索 它就能够找到你的这地方 然后调整一下地图的大小 然后只要被标上颜色的区域 它都是属于容易发生土石流或者泥石流的一个区域 然后标为是红色的紫色的 还有这种粉色的区域 也是就是要比黄色的区域更容易发生这些灾害的一个区域 雨下的大的一点的时候就应该是离开这种区域 这个土石流和泥石流的灾害地图咱看完了 然后咱下面去看这个洪水的地图 然后再点进进水响定区域的地图 然后左边是进水响定的区域的地图 右面它是一个实施的降雨量 所以说可以把右面的先关掉 然后点一个窗口的按钮 右面就关掉了 然后是这个里面 它是没有一个机会让你输你家的地址的 所以说只能靠地图的方法去查询 然后是我住在护板新町 应该就是在这块 然后这块的话是它是没有标记上颜色的 所以说是下大雨的时候 它是不会发生洪水 基本上不会发生洪水 然后这些标记成什么 呃 颜色 目前它是 呃 它是进水响定 然后可以去调这个 然后可以一般都是看那个进水响定 响定最大的这个选项 然后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是标记成不同颜色的 就代表它的那个是 呃 进水的一个那个是有多深 然后从这个是这里面 这里面可以看到就像是标记成红色的 然后它会那个是有可能最严重的时候会进到5米 然后像像这个是标记上黄色的 还有这种呃 会是一米到半米的距离吧 一米到三米的距离 行 咱那个洪水的这个是地图咱看完了 咱们把它关掉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话 可以在视频的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会尽量回复大家的 然后还有一个叫 呃 高潮海啸式的一个地图 咱点进去看一下 呃 它是咱先看一下这高潮的地图 嗯 这高潮地图做的比较好 可以输入那个家家里的地址是 嗯 咱们看到这个是呃 由于小智住的是比较靠山里面 所以说是洪水和高潮一般都不会到这个位置来 然后洪水和高潮会到哪里呢 就是这些比较浅的地方 像标记成黄 这里标记成黄颜色的话水会到半米 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台风的这个哪一个特大的挺有名的伊士湾台风的规模的话是像那个广岛基本上都会被淹过一回像广岛这片区域它都是步行街的一个区域然后这个地方都是粉颜色的粉颜色的然后一般都是一米到五米的样子吧 大家也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像那个不同的灾害用不同的地图可能看着比较费劲有没有一个办法把那个所有的灾害都都集出在一张地图上显示这个方法是有的 然后还是返回到咱们那个广岛县的这个防灾页面里面 然后它有一个哈萨的卖谱 然后中文是灾害地图 然后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然后它会显示你每个城市的主页上它会有一个公开你的所在城市的灾害地图 我再看一下广岛市 往下翻就会看到你的是广岛市里面的不同区 然后里面然后不同区又分划分成了一个不同的小学区 像小智住在嗯是洪板新丁它属于东径小学区 东径小学区的话这是它是有所有的灾害都换都换到里面了 黄色和红色的嗯它是嗯它是土石流或是泥石流的容易发生的区域 然后暗色的话应该是近嗯那种是花生洪水的的区域 在这里写着嗯 这这个是每每一片那小学区 然后它发昏出来的话所在小学小学区的名字 然后这个地方叫做东径小学 这这个地方的这个它这小学区的小学 它一定是一个避难所 而且避难所的功能是最多的 它可以用来避难杀土灾害河洪水 然后其他的有一部分避难所 它可能只能避难一部分的内容 所以说是呃推荐吧 就是你搬一个搬完架之后 然后是呃怎么说找个机会去确认一下是呃不用手机地图 然后是不借助任何设备就是不行到那个是功能最全的 然后避难所然后不行然后怎么走 然后固的话 然后是看一下固的标识最好认一下 因为有紧急情况下你不一定会把手机拿出来 这个地图它就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就是完全是一个pdf的文件 然后这个文件是你没有办法去搜索的 也没有办法跨区去查询的 那有没有一个办法去那个把那个是其他城市也能找出来呢 这个也是有办法的 然后是回到这个是搜索引擎的页面 然后是输入这个是哈萨都卖图 就是灾灾害地图 然后是去搜索 然后第一项会出现是国土交通省 然后运营的一个网站 然后他就叫那个是灾害地图 然后点进去吗 你会看到这个是他可以让你说一个住址 咱先把广岛市书上 然后选择是看一下 再点这个是看这地图 然后他显示就是广岛市的区域 然后再把这三个按钮 红水,土石流,晶波 然后都点上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是 刚才都是 把这个三种是容易发生灾害区域都标记上了 不过他在这个地图上 他是显示在一个地图上很方便 不过是需要有个注意的地方 就像那个网站里说的 他有个免责事项 还有注意事项里面 说这个地这个地图 你的数据是由这个是下面的 是呃就是各个城市 然后去上传的 然后有一些那个城市 他会上传的比较慢 像然后咱可以输入一下 看看广岛这个是什么时候上传的 你会发现这个是广岛线的广岛市 还有这个东广岛市 他的数据都是没有上传的 然后更新日子直接是空的 所以说是 大家是看这个地图吗 就是怎么说呢 就稍微参考一下 然后是这个地图你看完的数据 再和刚才介绍的几个网站里面去对照一下 然后就能看出来你这地方是不是 危险了 还有一点要和大家说的 就是这个地图你没有画 就是没有标颜色的 它不是代表这个地方就绝对的安全 然后根据是如果雨下的特别大的话 然后即使没有标记的颜色也会发生危险 所以说要根据你当时的情况 然后去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避难 下一期小智计划讲是在什么情况下 你需要去避难这个地方 这个需要去避难从什么地方去查询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收到频道的更新通知 请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点击小铃铛选择全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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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Fair